2022年南北对抗赛首轮的焦点大战 由红方60岁的旅新特级大师对阵黑方 北方队的白面书生汪特 开局选择骑马局 黑方挺足克马 红方选拼炮 准备出狙形成三步虎 黑方跳马 红方出狙 黑方狙一平二 红方直接进狙过河 压住黑方 黑方选择平炮对狙 此时红方选择比较简单的把狙对调 应该说旅新特大征战沙场四十余载 想用身后的功率去跟汪特大去较量 所以开局走的比较简单 此时选择兵三进一 为将来二路马铺路 黑方很积极 直接选择进炮压过来 红方跳马的时候 黑方就泡巴平漆 将马压住 威胁红方底下 所以红方向三进五先补一手 此时黑方先抬横拘 红方出狙的时候 黑方就马八进七跳起 这个局面下 红方大体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进炮把狙封住 虽然说黑方的狙被封 但红方的狙炮也被牵制 双方各有所得 这是另外一路下法 吕欣特异大师没有选择进炮 而是选择了炮二平一 下得非常的中规中矩 此时黑方选择炮打兵 把炮转移瞄住红方薄弱的底下 那么下到这里 红方要赶快炮打鞭足 如果被黑方马尔进三跳起之后 黑方打兵之后 应该说取得多足的优势 红方就失先了 所以说趁着黑方的马还没跳 红方立刻炮打鞭足 好奇 黑方再上马 红方可以再打一足 威胁底下 黑方靶向飞起 这个局面 红方多一个小兵 略微占一点优势 此时红方选择兵武进一 准备将来进居 咬住对方的过河炮 应该说也是争线的好奇 黑方此时选择过足 直接给炮伸根 由于底下受到威胁 红方不能飞 红方还是按原计划 拘二进三 将炮给咬住 黑方很积极 马三进四跳起 红方平居一桌 黑方就回马进枪 直接踩中兵 吕金特立大师 选择平居看住 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 黑方形势不错 有一路非常犀利的 弃子攻杀的手段 直接弃马踩兵 那么红方如果不飞 被对方连续吃 连续抢先 肯定要落入下风 如果选择吃掉 黑方可以炮打底下一将 再选择甩鞠 那么弃子之后 形成鞠双炮足 这样一个强势的攻势 应该说 黑方还是占据局面的主动 实战当中 汪特大没有敢采取这样一个下法 应该说 还是选择了一个稳健的走法 就是炮一瓶二 这步棋看起来不错 但实际上 目的性过于明显 而且太简单 现在准备要打死鞠 红方回马金枪 直接把这个点看住的同时 给对方的炮给泄力 将来用相吃足 应该说是借力使力 黑方不仅没有浸泡打局的手段 而且要面临红方 相吃足 炮被捉的一个危险 所以赶快只能平居 去给这个足伸根 红方一看战时 无可打开局面 吕特大选择兵武进一 黑方吃 红方吃 那么下到这里 走到了一个 让人匪夷所思 至少我自己 没有很明白 为什么这么下的一个局面 匪夷所思 那么黑方此时啊 考虑足三平四 横个足 继续控制局势 那应该说呢 黑方有足过河 而且呢 红方的马呀 吞鞭 将来呢 黑方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 黑方明显占据一些优势 那么实战当中 汪特大呢 偏偏要平炮打一下 把这个马呢 赶上来啊 再走横足 那这个马呢 就跳上去了 本来呢 可以把这个马呀 压住在下面啊 那么非要打一下呢 把这个马赶上来啊 那么这几步棋呢 确实啊 有点令人费解 我们的广大棋迷啊 如果能够理解啊 黑方的一个主要意图 大家也可以啊 评论区呢 留留言啊 这个棋呢 我确实是没太理解 黑方究竟想干嘛 为什么不直接横足 而是要打一下 把这个马放出 那么接来啊 黑方呢 选择回马登居 同方呢 平居一桌 再把这个足一吃 那应该说呢 刚才黑方的这波操作呀 不仅把足给丢了 还把红方的马呢 给放出来了 那应该说呢 黑方刚才积累的一点小优势啊 已经荡然无存 双方基本上呢 已经是同一期保险了 接下来呢 黑方选择进马 准备去威胁卧槽 红方呢 非常稳健 退局守住 黑方选择进局吃炮 红方呢 就进马看住 你现在也不能平局捉 否则我进马呢 不仅是登居 而且给马伸根 黑方此时呢 选择炮打冰冰 是好奇 捞取物质力量 同时打马先手 红方马五近七 跳起来 双方啊 进入一个 纠缠的啊 扭杀阶段 非常的复杂和混乱 双方子力呢 拧在一起 此时呢 踩炮 黑方炮下底 红方平局一桌 黑方就退马 那现在威胁踩相 红方呢 赶快退局 把这个炮给赶走 黑方就退回来 此时呢 履心特大 也是意高人胆大 直接选择马四近六 强行跳上去 那为什么不吃炮呢 这个时候 黑方如果吃啊 红方可以考虑 马六进八 或者是马七进八 哪个马呀 都行 这个棋呢 随便哪一个马 跳上去呢 现在这边是挂脚的杀棋 而且呢 要吃炮 黑方呢 只能防 红方 再往这炮吃掉 应该说呀 形成这个局面呢 双方也基本就是个军事 差不多少的一个形势啊 那么黑方可能觉得啊 这个棋交换之后呢 还少一个兵 不是很满意啊 汪特大呢 还是保留复杂敌势 搞了一个高向上来啊 把这个马呢 给顶住 当然这个棋呢 也是可行的 红方呢 就躲一下炮 黑方顺势 把这个马也跳出啊 那局势呢 更加的复杂了 红方呢 抬局控制一下局势 不让黑方进马去握槽 黑方选择平局顶马 红方炮一平四 把炮平过来呢 这个马呀 将来俯有马六近四 强行突破的手段 你汪特呢 选择退炮 先守住 那么红方的马呢 现在前进是无路的 被这个黑方的局呢 挤在这里啊 也不是办法 所以呢 吕特大 气感很好啊 选择了一个回马 非常稳健 巩固阵型的同时呢 也是将来四季呢 可以炮打马 破坏你的连环 那走到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平炮一将 红方就不适 进入局面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啊 那走到这里呢 黑方踏踏实实的选择炮一平三 也是啥事没有 以下红方如果打 我就吃 你虽然有一个进马 看似很厉害 但是我可以平局顶 你换呢 我就吃 这个棋啊 红方多一个兵 也不足为惧 黑方啊 正常呢 去处理局面呢 应该说合棋的概率很高 啊这个棋呢 我认为啊 可能汪特大呢 始终不愿意呢 去简化局势 总觉得呢 吕钦老师啊 已经60岁了 是吧 想欺负老头 结果呢 这个棋啊 有点用力过猛了 那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啊 直接把中相给蹬了 选择了弃子去搏杀 那一呢 可能是觉得这个局面呢 啊 想强行打开 二呢 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啊 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 那么红方呢 简单一吃 这个棋啊 黑方呢 是不成立的 应该来讲啊 红方不能飞啊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 因为下底炮一将要杀士呢 也是行杀棋 那么红方吃掉之后啊 看起来黑方进去抓 挺厉害 但是呢 屡亲特大 非常冷静啊 直接下底炮一将 再选择冲兵 那现在呢 跟你对吃 黑方呢 白丢一个大子 没有取得 预想当中的局面 现在如果你逃马的话呢 我也把马退回来 那这个棋呢 也非常的稳固 黑方呢 没啥棋 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吃了 那红方就吃掉 那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黑方考虑平均 直接抓炮 可能呢 哎 攻击力更强一点 红方平均 站中 顶住 那么黑方可以打下象 再把这个兵也消灭啊 把兵消灭之后呢 毕竟黑方是摄像权啊 那你多一个大子呢 少一个象 这个棋呢 黑方不好是不好 但是呢 还能去周旋啊 那么实战当中呢 汪特大还是有点急于求成啊 还继续保留复杂 那选择了平均去捉 可是啊 吕钦特技大师呢 虽然年龄大 但是那不糊涂啊 那一点都不糊涂啊 这个棋呢 非常冷静啊 进去捉 你的炮下底之后呢 我就躲炮 看你能怎么攻我 虽然你有一个天地炮 对吧 你现在抓我的炮呢 我平均一顶啊 这个棋啊 黑方没有棋 眼看着红方多兵多大子 这个棋就不行了 那这里啊 走了一个平炮打 红方就一抓啊 那么双方走一个循环呢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汪特大一看这个棋 没有棋啊 时间又很紧张 选择了把炮退回到下二线 想将来呢 搞一个什么仰角式之类啊 在两个炮放在中间去进攻 红方非常非常的淡定啊 吕钦特技大师呢 这种大场面情况下呢 保持的极为冷静啊 那这里呢 直接选择横兵 黑方虽然有仰角式 看起来要打局 但红方 局五平二 直接呢 攻击你的底线 你根本就不能放炮 你放炮我下底就僵死你了 所以黑方没有办法 选择了平炮打 那么红方呢 再吊转矛头 平均一捉 你放中炮呢 我也不怕你 我就直接把你巷吃了 这样呢 黑方的巷再被破了呢 这个棋啊 想求和呢 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只能呢 硬头皮去进攻 但是你进攻呢 也没有什么点 你想要打马是不行啊 打马之后呢 你剩单狙炮了 那这个棋没法下了 所以黑方实战呢 选择僵一下 再选择去抓兵啊 抓兵呢 红方这个棋啊 就简单把兵放弃 直接补一个就OK了 你这个棋吃我的兵呢 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算我出个老将什么呢 你狙炮为我牵住 这个棋扫大子呢 也是必败无疑 那么实战当中呢 汪特一看啊 无论是打马还是打兵呢 都没有什么前途 选择了平炮 准备线叫杀 吕欣特一大师呢 平炮一顶啊 不给你任何机会 黑方实战呢 选择了落势 吕欣选择点一步鞠 走到这啊 这个黑方呢 就投子恩赴了 那为什么黑方投了呢 借来你也得吃兵 你不吃兵呢 保住这个兵啊 你也是没有任何的棋 如果你吃掉我呢 我平鞠啊 这样的话呢 黑方啊 也就必败无疑了 因为下底呢 叫抽 你现在无论是出将 还是阳士 我一将一将啊 都把你的炮给抽了 你现在平鞠呢 去抓相呢 根本就来不及啊 我直接呢 下底一将再一将啊 就把你这个鞠呢 给抽掉了 所以说啊 双方的这个优脸呢 已经悬殊了啊 特别的悬殊啊 所以呢 黑方一看啊 无奈呢 就选择了投子恩赴 应该说啊 吕欣特技大师呢 今年已经是六岁的高领了 在这种顶级赛事当中啊 面对我们这种啊 比较巅峰期的啊 特技大师汪特 表现的呢 非常的强势啊 以一个巨大的优势啊 去战胜对手 应该说呢 也是非常的厉害 令人敬佩啊 恭喜吕欣特技大师 也恭喜南方队